日前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新店保新活动中心举办跨景美西人行景观桥可行性评估说明会 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参加 当天出席说明会的新北市议员陈乃宇表示 对于路桥新建乐观其成 但也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希望在路桥新建前能够仔细的考虑 首先他指出路桥连接新店区民权东街到台北市核心路44项 在新北的这一端相当靠近民宅 是否会影响居民的隐私或者是造成压迫感都必须要多加考量 其实在新北端呢 这边的这个桥梁跟桥墩还有这个阶梯啊 其实非常靠近民宅 最近的地方甚至只有1.5公尺而已 1.5公尺是比我还矮哦 所以就是非常的近 那在民众的隐私上面呢 还有这个压迫感上面要怎么样来协助民众可以比较避免 另外他也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在使用人次上进行评估 确定这座路桥的目标使用族群 以利后续工程经费分摊的讨论 他们有提出一个最新的规划的方案 就是说新北市跟台北市的这个提防以内 都是归各自的县市各自的这个市来管理 那桥就是由中间分一半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目前是比原先的计划还比较公平一点点 那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这个人次的报告之后 大家再做一个讨论 新北市议员陈乃宇表示 对于跨景美西人行景观桥的兴建 除了方便台北市民通往大平林捡运站减少通勤的时间 同时也可以让新店区民众多一个运动油气空间 可以说是双方互利 但仍希望在执行工程计划前 可以有更完善的细节内容 维护居住安全 保障居民隐私 才能够让新建路桥的美意不会打了折扣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